各位評審,好,我們是航架行不行 我們的研究動機呢,是我們針對舊有對航架的傳統觀念做改良 因為在我們發現呢,路上大部分看到的橋樑幾乎都是剛構建 於是我們因為上課接觸到了航架與混凝土的相關課程 因此對這方面有些許的了解 於是我們有一個概念,就是為何航架不能與混凝土結合呢 所以我們便有了這個想法 我們研究目的主要有三點 第一點就是改良我們的接頭 進而做出一座可以變換形式的航架橋 第二點,我們以混凝土搭配鐵絲的組合 加上接頭的多樣性 可以做出一種跌覆傳統思想的航架 第三點,我們以接頭配合原鐵棒與螺酸螺母固定桿件 使它成為惡力構建 在抗壓方面會更加的強大 這是我們的研究設備 其中比較特別的就是我們的模具 我們的桿件為了能讓人在上面行走 於是我們讓每根桿件都維持在長度180公分左右 這樣也以便我們的模具製作 然而我們的桿件斷面則是一公分乘一公分的方形斷面 這是我們的設計圖 我們以最簡單的正三角形行架來做我們這次的研究 這是我們桿件分布圖 在上面,在圖上可以看到我們突出的桿件會有些許的差異 這是因為配合我們接頭與桿件所做的特別設計 然後這是我們接頭的立面圖 我們總共有三種不同的接頭來配合不同的位置 然後這是用ScheduleUp畫出來的行架3D圖 這就是我們接頭3D立體圖 這是我們行架的製作過程 我們分別灌了兩次的漿 然後首先是利用水灰筆來計算混凝土的用量 以方便日後計算它抗壓強度 好,這是我們的模具製作過程 在步驟八 我們分別在我們在華斯上鑽了三個洞 這樣子我們可以在裡面拉鐵絲增加它的抗拉強度 並且在內外都鎖了羅姆以固定它 最後是灌漿 然後養護 然後我們的接頭是以較輕的鋁製成的 一方面可以改良它的自重 然後這是我們的成品圖 結果分析我們以水灰筆來做一個抗壓強度的分析 然後我們算出壓力感的破壞強度大約在22公噸 然後拉力感大約在2公噸 結論 根據我們的分析呢 行架橋的單支桿件破壞強度 明顯的大於它的拉力感 然後日後我們可以透過不同的接頭設計 搭配原鐵棒 然後做出更多樣性的行架橋 我的報告到此結束 謝謝各位評審